主内长辈 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竞争的时代 有人被抛到后头 他变成了孤独 变成了寂寞 甚至变成了忧郁 另一群人跑在前头 感到格外的兴奋 然而内心一样显得孤单 因此我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 分享的祝福 不要让自己沦为孤岛 你和我就必须走出来 不仅是为着自己 更是为着他人 我们愿意和别人分享 分享就如同桥梁 能使岛和岛相衔接 让彼此都得到祝福 我们今天的人 只是筑墙 筑无形的墙 却没有筑桥 你和我一定要筑桥 让我跟别人有沟通 忘了我跟别人有敞开 让我能够分享我的喜乐 让别人跟我一起分担 我的忧愁 岛一岛之间 我们一定要筑桥 一定要筑桥 人与人之间 千万不要筑 许多无形的墙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此你和我一定要分享 分享正如圣经的话 耶稣说 施 也扼杀了别人的生命 就如同死海一样 在死海中间 你看不到医虾 在死海里头 你找不到生命 因为他太闲了 今天很多人太闲了 有减有小 让人实在受不了 他不能依别人分享 他完全地把自己封闭 他没有让水流出去 他终究最终变成了死海 货币 Currency 也就是流动的意思 Current 那么如果让我们一心 只想紧紧抓着钱 过着钱 不让钱在市场上流通 市场就会停滞 而无法成长 因此Currency 是拿来用的 不是拿来存而已 同样的 当人死抱着金钱 不愿意别人分享 他最终将跟钱一样 只有号码 只有价格 没有价值 没有存在的意义 没有发挥 他应有的功能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懂得用钱 而不是单单懂得存钱 存钱 存在DBS的银行 他老板还没有跟你说声谢谢 你懂得和别人分享 到处你都看见人 对你笑容可忌 你看见人对你的欢迎 他会对你说一声 很感激你的话语 因为你懂得用它 分享使生命活泼 分享使生命有了活力 分享使需要操练 操练使我们懂得怎么样放下 我们今天世上的人 痛苦的根源就是来自于放不下 我死抓着世界的这一些的物 结果我反被事物所抓 我操控它 最终是我反被它烧众 失去到自己 也没有了自由 佛教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呢 佛教的哲理是告诉你 你要不烦恼 就要消除自我 消除自我的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把自己如同一地水 掉进大海 那个时候水就化为五五 五我的时候 人生就脱离了苦海 这辆车是我的车 车刮了 我难过 它的车刮了 我不难过 问题在哪里 这是我的 当我把我抬高的时候 当我把紧紧抓着的时候 痛苦的根源就在那里 我自作于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佛教讲的 有道理的 然而 基督教怎么说呢 基督教说 我还是真实的我 你说无我 我还是在那里 你说我像一滴水掉进大海 那一滴水还在这里 总是掉不进去 所以你和我一定要和基督 同钉十字架 才能放下自我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也就是耶稣基督 在我里面掌控我 管理我 因为我以他为主 他是我的神 他是我的主 当我把我自己交给他 他管理我的情绪 他管理我的生命 他管理我的财务 我愿意交给他 那我这个我就开始放下 因为是他 当别人惹我生气的时候 我要想想 他凭什么惹我生气 他又不是我的主人 我的主人是耶稣基督 他叫我生气 我才生气 他若说我不可以生气 我就不可以生气 因为他是我的主 这种的观念 是基督教的观念 我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而当人能够放下自我的时候 他就不难去分享 他就不难 让这个信仰在我生命里头 发动了他的功能 他并且帮助我 使我能够愿意的 心甘情愿的去分享 因为那个我 已经不是我这个我 乃是基督的我 而基督的我是大我的我 当西班牙 埃西斯的人 用车去撞人的时候 在这些行人道上 撞死了至少14个人 而他们撞人的时候 他们想的是报复 他们想的是 想要争取 他们所谓自己的王国 当他把自我 放得那么大的时候 他就开始杀人 亲爱的弟兄姐 如果他有一种观念 我不应该去杀人 为什么 因为行人道上的 都是做爸爸 做妈妈 做人孩子 如果我撞死了他的孩子 爸爸妈妈多难过 我如果撞死了爸爸妈妈 孩子怎么办 我怎么可以去撞他呢 他没有这种意思 相反 如果他有一个意思 我爸爸妈妈在路上 我怎么会去撞他呢 如果他是我的父亲 我不会撞他 如果他是我的母亲 我不会杀他 因为是我的 这是小我 如果我犯成大我 天下的父母 都是我的父母 天下的人 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 受造 我应当去观爱他 我应当去爱他 这是基督的我 而基督的我在我里面 我就不会去杀他 因为是大我 你明白吗 这是基督教的信仰 这是基督教的功能 神的道在我的生命里头 我用神的形象去看万有 看这一些人 我不是按照我自己拥有 来去看人 那是小我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放下的后面 还有什么动力呢 首先 我们看见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上帝的恩赐 圣经说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 有什么 不是领受的呢 若是领受的 为何自夸呢 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我们一起念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若是领受的 为何自夸 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所谓领受那是恩典 是上帝给我的 我白白得的 我也应该白白的 与别人分享 所以基督教说 多给谁 就向谁多起 多拓谁 就向谁多要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分享就变成理所当然 因为基督教的伦理提到 我拥有多少 跟我责任多大 是同个比例的 我拥有的越多 他向我要的也越多 他拓我越多 我就要给的越大 这种比例是成正比的 所以你和我不可以比较 为什么你只奉献一百 我奉献一千 因为他一个月只赚一千 你一个月赚一万 这是你应该做的 明白吗 所以不能比较 而是拓谁多 就向谁多要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上帝把恩赐给我们了 我们愿意 把这个看成是一个恩赐 是一个恩典 我也愿意的 白白的 与别人分享 这是信仰的动力 在后面 推使我们 愿意付出 第二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世界一切的一切都会过去 事物既献既事 要善加利用 来服侍主 来祝福人 人生很短 如果你今年六十 我告诉你 你大概顶多多三十年 如果你今年八十 你就明白 你大概还有多少年 所以你和我十日有限 为什么不在有限的年日中间 去服侍上帝呢 这祭宪既事的时机 是神给我们 圣经说 我赐生处于母胎 也必赐生归回 我空手而来 我也空手回去 尘要归尘 土要归土 我以那创造灵魂的上帝 我的灵要回归于他 这是圣经的话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彼得说 到那日天都被火烧 就消化了 有形式的 要被烈火融化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些有形式的 这些看得见的 何止站丢下来 轰 什么都没有了 圣经说 轰然的一声 他就被烈火给消化了 这个世界将会走向那个日子 不用洪水 现在虽然很多洪水是极部性 将来战争的发生 是用烈火 是全面性 圣经给我们看见 所以你和我要小心 要谨慎 世界的日子是很有限 所以在很有限的日子中间 我一定要成为一个智慧人 把握有限和无限结合 让有限变成有无限的价值 这就是智慧 所以有一天他说 你在主里面死了 是有福的 为什么 因为他死了在世界的劳苦 接下来 他一生多果效 避随着他 这种永恒的观念 这种永恒的价值 就在世上有限的年日中间 去建立的 所以将来如何 就看现在如何改变 这是你和我要学习 所以第三 我们要预备去见主的面 盼望的动力 使我今天不随意生活 我如果明天要毕业 我今天必然好好的读书 如果我不想毕业 那就不必读书 为什么 因为你不在乎毕业 你如果不在乎将来 你现在就好好把握它 享受它 今朝有酒 今朝醉 反正没有明天 所以那些每一天谈当下的人 都是没有将来的人 那些每一天说我只抓着现在 因为他们有将来 如果有将来 我抓着现在 是将来的动力产生的现在 那个现在的爆发力 是非常大的 所以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智慧 这种动力来自于信仰 你要束护那些金氏富足的人 不要至高 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 钱财是无定的 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 给我们享受的神 要属于他们行善 在好事上富足 甘心施舍 乐意共济人 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 美好的根基 现在先继好 将来 那永不衰残的 就会给我们 一辈将来 叫他们辞定 那真正的生命 所以圣经说 上帝要赐给我们 是永不衰残的荣耀观念 什么叫做永不衰残呢 希腊文 amaranthus 意思是很久的 永不消退的 这个字 由amaranth 变化而来 是一种永远盛开 美丽而不凋谢的 一种的神秘之花 的名字 冬天来了 花召开 夏天来了 花没改变 所以有一天 我们将会 进入那永恒的世界 我们的身体 变成了灵体 永不衰残 永不消失 存留到永远 这是何等的美 当我想到那将来 我今天变得不一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信仰的动力就在这 它不是寄宪 寄室的那一种 的东西 乃是在基督里面 有一个永恒 永不衰残的基业 正等着着我们去领起 因此我必须要分享 最后 我们谈到分享 分享使人彼此 更加相爱 所以我会懂得分享 正如我上一回 和大家分享 多加 由于他分享 使别人得祝福 因为他的分享 减少了世界的贫穷 因为他的分享 增加人的爱心 所以分享是使人 彼此更加的相爱 因为我曾经被爱过 我懂得爱 那种来自破碎的家庭 没有经历爸爸妈妈的爱 看见的是爸爸妈妈的吵架 看见的是爸爸妈妈的打架 看见的是爸爸妈妈的离婚 以后他结婚 吵架 打架 离婚 六道轮回 重新再赚多一次 以后他的孙也一样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 今天我们在基督里 已经成为新造人 就是以过都变成新的了 Amen 一切的咒诅过去 我爸爸妈妈离婚 我为什么需要离婚 基督已经改变了 所以基督爱我 我把基督的爱放在我里面 我开始去经历基督的爱 我懂得爱是一种分享 我就跟别人分享 我跟我太太分享 我跟我丈夫分享 我跟我孩子分享 我跟我的女婿分享 我跟我的业父分享 我跟我业母分享 我跟每一个人都可以分享 亲爱的弟兄姐 当人有了爱 他生命变成不一样 爱是先分享 后拥有 为了 确保别人无条件的爱你 你就必须在别人身上 不要加诸任何的条件 我爱你是因为有条件 那是很麻烦的 所以许多人总是这么说 先给我报仇 然后我就付出 你给我加薪 我就更加卖力 对我客气一点 我就对你温柔 这是老婆常对丈夫说的话 这好像什么 好像你站在火炉的前面 对火炉说 火炉啊 给我多一点温暖 然后我才加一点财给你 这是不合逻辑的 这是荒谬的 你说对吗 你不先加木材 又只能得到更多的温暖 你不先私意 又岂能有所收成 所以我今天要做的是先给予 你先爱我 我就顺服你 你先顺服我 我就爱你 夫妻总是把责任推到对方 如果错一定是你 好一定是我 正如很多人 动不动怪上帝 上帝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为什么遇到这么多困难 如果他很顺畅的 他都没有说 上帝我很感谢你给我这么顺畅 坏的都是上帝的 好的都是我的 最冷 夫妻关系最冷 很多家庭关系最冷 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而没有说 我怎么样去对待你 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先去给对方 好处 我先去关心对方 我先把爱给对方 别人就会把爱给我 美国心理学家 马丁赛利格曼 他这么说 你如果想快乐一个小时 去睡个午觉 如果想快乐一整天 就去钓鱼 如果想快乐一个月 就去结婚 想快乐一辈子 就去帮助人 太有道理 我读了这一段 智慧 这是真的话 记得 你要快乐一辈子吗 去帮助人 要快乐一个月吗 结婚去把算了 一个月后 蜜月完了 就开始痛苦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到底真正的快乐 在哪里 真正的快乐 在于分享 其实爱是不会计较 自己付出多少 而如果你是心甘情愿的 别人也会接受得很快 为什么接受得很痛苦 因为你给我太多的条件 你太多的期盼 你太多的要求 你一定要这样做 太多的一定要 给我感觉到无限的压力 夫妻老是这样 你一定要这样 你为什么那样 完全要按照他的意 如果不按照他的意 他就生气 所以有时候就勉勉强强 算了吧 就算了吧 不是怕老婆 是怕麻烦 你知道 很多时候是这样 夫妻关系是这样 有时候我不想吵 为什么 怕麻烦 夫妻不是这样 不要给对方一直压力 Amen 做丈夫的是这样 做妻子也是如此 每一个人 不要老是给对方压力 多一点快乐 结果别人也很乐意的付出 因为你无条件的付出 彼此变得更有爱心 更有活力 所以帮助人 不仅帮助了别人 同时帮助了自己 然而当你帮助别人的人 你心中一定需要爱 如果没有爱 我拿什么给别人 耶稣说 将你里面的给人 就是有道理 我里面没有 我给你什么 我没有爱 我给你什么 乞丐跟乞丐说 给我钱 你知道我的名字叫什么 乞丐 我没有钱 你又跟我要钱 这个叫乞丐跟乞丐要钱 我们今天夫妻呢 都是乞丐跟乞丐要钱 因为都没有上帝 所以今天我回到上帝的面前 跟上帝说 你是我的根源 爱的源头 我需要你 没有你 我不能活出爱 这个世界 确实是因为基督的爱 使这世界变得更可爱 我的家变得更可爱 就是因为基督的爱 我发觉到 我能够去爱家里的人 我发觉到 我太太也懂得去爱别人 我看见我的孩子也懂得爱 我看见 我的媳妇也懂得爱 我看见 我的家婆家翁也懂得爱 我看见我的爸爸妈妈也懂得爱 大家都懂得爱 我告诉你 那个家就变得不一样 阿们 我们需要神的爱 神的爱在我们里面 最后我要说 分享是一个机会 让我把握的机会去服侍神 好好的关怀那需要的人 有一天 有一个志士去欠捐 因为要见礼拜堂 那个会有很舍不得给钱 这个志士就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25年前 我家多了一个男孩 他到这世界以后 就一直花很多的钱 小时候不免容易生病 花在医院的钱也不少 又买了好多好多的玩具 营养品 长大以后又上学 又买书 又学音乐 又好多好多的补习 花了我不少钱 再过一段时间 又看电影 老师出国游玩 也花了我不少钱 进了大学 花钱更多 正在他毕业的时候 那一年 他患上了癌症 死了 这个志士停了下来 就轻轻自己的喉咙说了 他说你知道吗 从今以后 他就不再花我的钱了 一个钱也不花了 今天是你侍奉神 好好爱人 去关心人的事 Amen 我们一起祷告 每一个人默默地祈祷 跟上帝说 上帝把爱充满我 我需要你的爱 我不要做一个自私的人 只是 关注自己的感受 没有关注到别人的感受 只是关注自己的需要 从来没有对别人 有所付出 相反总是给别人压力和期盼 主啊帮助我 赦免我 给我爱 给我充满你的爱 每一个人默默向神祷告 因为祂是我们爱的源头 我需要我 哦 全任的上帝 祢知道我们的心 当我们听见祢的话 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时候 我们知道智慧乃是从祢而来 然而我们要自行这种智慧的原理 需要祢的爱 祢的爱这时候充满我们整个会场 充满我们的心灵 进入我们的家 进入我们的教会 甚至进入我们的公司 进入与我们相处的人中间 因为祢的爱使我们彼此住了桥 让我们能够相通 让我们懂得彼此的分担和分享 主啊 这是我们真诚的祈祷 求祢垂听 愿祢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好让我们成为许多人的祝福 我们如此仰望祢 向祢祷告 我们中间有人向祢祈求 有人祈求赦免 祢赦罪之恩 这时领道 有人向祢祈求爱 祢的爱这时候赐下充满我们 我们如此的祈祷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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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阿们 阿们